所以打安打還比打高屁市政打可能還容易一點 唉唷 說著說著 安打來啦 這球落在了中右外野之間 繼續往二雷跑 應該也沒有問題 獅隊在四角的上半 這時候將比分呢 這個打破鴨蛋 攻下了第一分 現在變1比5 不管是祝元晴 或者是唐兆亭 在這兩個打席 面對雷翼的球真的打得還蠻紮實的 近了一點 稍微沒有他前兩局來的這麼理想 所以這一局來講的話 雷翼確實要小心 三個打者 雖然劉富豪是初局 但是劉富豪那個投手前的強勁攻擊也是打得很強勁 這對於投手來講 或許都是有點警訊